66、中國經營報 貨幣政策閉摩板 2015年7月27日經濟大勢 A05黃雨鵬至2015年3月下旬以來 豬肉價格開始逐漸走高 截至2015年7月17日 22省市豬肉平均價格由最低的19.63元千克 上升至25.98元千克 漲幅達到32.35% 與價格的上漲相對應 是2014年9月份以來 生豬和能凡母豬全欄量直線下降 甚至低於2010年的低點 目前母豬和能凡母豬全欄量還在持續下降 並遠遠超過之前記錄以來的最低點 由於短期內的豬肉供給能力仍在萎縮 豬肉價格將進入一輪新的上漲周期 此輪豬價或拉高 到3%除了生豬的養殖周期 經濟增長和豬肉消費等需求面因素 共同對豬周期的價格走勢產生重大影響 從供合端來看 這輪豬肉價格上漲主要源自過去3年豬價格的持續走低 豬糧比價持續低於6的營虛平衡點 養殖戶持續虧損 養殖戶的保難意願和保難能力受到較大衝擊 導致供給能力持續走低 甚至跌破歷史低位 從需求端而言 當前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走勢較為平穩 貨幣供給增速並未明顯提速 經濟增速保持相對平穩 餐飲收入增速也出現了恢復 需求端不再打壓豬肉需求 這與此前2007年和2011年的兩輪豬周期中 主要由於資料價格上漲 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帶來的需求 外擴形性的上漲動力有所不同 此次豬周期的開環面臨一個新的背景 2014至2015年年初 國家反腐和八項規定對於餐飲行業消費帶來的需求衝擊 以及經濟斷崖式下滑導致豬肉的需求受到了打壓 此事之前生豬和能凡無豬全欄量持續下降而豬周期遲遲不止佔 此要原因正是在需求端不再打壓豬肉價格的情況下 供給端因素主導了此輪豬周期 所以在豬肉消費的淡貴 開價格標障的模式 當前 能凡無豬和生豬全欄兩個對未來豬肉市場供給能力 具有指向性的指標形再持續性地走低 而對於生豬養殖供給有直接影響的因素同樣面臨剛性上漲預期 2011年以來 儘管國家出台了鼓勵農戶擴大養殖生產規模等措施 但農民公用工工資近年內持續提升 2011年月平均工資是2049元 2014年上升至2864元 比2011年增長40% 而2015年農民公月平均工資還將繼續增長 綜合以往豬周期 養殖戶和養殖企業的保難周期 結合此輪豬周期的特點 此輪價格上漲可能持續更長時間且反彈力度可能更強 目前預計此輪豬肉價格上漲周期可能持續12至15個月 豬肉價格結有可能突破30元千克 豬肉價格的同比反彈幅度將突破50% 由於豬肉價格在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 C.P.I.權重約為2.88% 因此,此輪豬周期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拉動幅度 將會突破1.5個百分點 2015年下半年 除著豬肉價格走高出現走高將不可避免 綜合考慮肉類消費的季節性因素和養殖戶保難的周期性因素 豬肉價格對C.P.I.的拉動的最高點極有可能在2016年1至3月份出現 那時候可能形成一個C.P.I.的階段性高點 階時 C.P.I.有可能達到3%左右 貨幣政策滑陷兩難豬肉價格之所以受關注 在大程度上是因歷史上豬肉價格和 C.P.I.走勢之間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歷史數據統計顯示 豬肉價格和 C.P.I.之間的相關性達到0.87 豬肉價格同比上升30% 拉動 C.P.I.提升約一個百分點 2007年和2011年均出現豬肉價格同比走高拉動 C.P.I.同期飆升的現象 2007年豬肉價格同比上漲增一度達到80% 拉動 C.P.I.漲幅高達兩個百分點 貨幣政策調控的最核心的兩個目標是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 一方面 當前我國實體經濟增速下行壓力依然比較大 二季度G.D.P.增速能維持在百分之七 主要因為金融業對G.D.P.拉動的大幅提高和基建投資的法力 股災之後股市成交量出現了大幅下滑 由於受到財政預算的約束 基建持續保持百分之二十以上增速持續性不強 三四季度經濟增速大概率下行 因此 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 對於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促進企業投資 具有不可替代作用 而另一方面 未來一段時期內 新一輪豬州期必然會帶動消費價格指數的階段性上漲 也會限制貨幣政策持續寬鬆的空間 促使貨幣政策陷入兩難的困境 但結合上一輪2011年 豬州期內中央銀行的調控節奏 對 可能會有所擴大 但事本輪豬州期可能會對貨幣政策持續寬鬆的節奏產生影響 貨幣政策的寬鬆空間可能會因為通貨膨脹而受到濟走 作者是華泰政策宏官分析師